对于国际版和中文版 其实因为游戏机制 等级机制的不同 移植的植物和之前植物伤害效果差异很大 本期的视频 咱们就来看看国际版中 五大单挑非常厉害的植物 1.火鸡投手 火鸡投手移植是移植了 官方也称呼为巨人客星 但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这肯定是不见得的 中版里的菌僵尸 一边走着 一边就把火鸡给揍了 我们可以称之为虚假的火鸡投手 再来看看国际版的火鸡投手 菌僵尸在他面前就跟个乖宝宝似的 留在原地 一步也别想挪窝 2.毒液豌豆 这是一株被远远低估的单挑植物 是的低估我没有说错 在中文版中 他能够做到很多强力植物 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单挑一个菌僵尸 他的毒液不仅仅是检术上的事 是带有腐蚀性质的 可以看看铁筒僵尸吧 铁筒都没掉 手臂就掉了 挂掉的同时 防菌一起掉 这意味着 毒液豌豆的攻击 做到了无视僵尸们的防具 用童话森林的机制来解答就是 真实伤害值 3.坚持秋葵 一直以来 秋葵诞生之后 都被标榜为 最强力的穿透攻击植物 一个螳螂壁下去 干掉一大片的僵尸 比较著名的展示方式呢 就是义夫当官的用法了 在秋葵的面前 来再多的僵尸 那都是不好使的 略去远程攻击的僵尸不提 攻击射程短的僵尸 根本没有精神的机会 最后通通不发生亡 不过秋葵不稳定的控制 也是他的隐患吧 4.奶油生菜 奶油生菜没出来之前 单挑之王的位置 一直是坚持秋葵的 如果不是因为打5下 用一下毒刺的攻击机制 奶油生菜也不能干过秋葵 不过奶油生菜成为单挑一哥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黄粒的控制时间也太长了 又有几个僵尸 能够顶得住呢 他最出名的就是 一击的时候 靠黄粒的控制 直接干掉了巨人僵尸 那肯定不仅是控制了 输出的效果也很关键的 5.经济童万 这植物属于新一代的单挑植物 万物皆可抓 看谁打谁 来一个打一个 不能和多个植物抗衡 但如果是单挑 效果完全是出类拔萃 抓场哥 抓大爷 抓大姐 抓巨人 真正的啥都能抓 5大国际版单挑人手 咱们就盘点到这里了 不知道各位同学 是否有不同的意见呢 万物皆可盘点 我是小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